接著國際焦點 帶大家來關心到的是 墨西哥國會昨天首次舉辦 不明飛行物的聽證會 有名專家公布了 兩具小型的外星人的屍體 並且拿出S光照證明 專家說這兩具外星人的遺體 是在秘魯被發現者 而且透過碳檢測發現說 其實距今已經有1000年了 綜合外媒報導 墨西哥記者、UAP專家莫森表示 這兩名外星人在秘魯被發現 但不是從飛碟的殘骸中找到 而是在早細況中發現 因此呈現化石的狀態 墨森表示 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 透過碳14分析這兩具遺體的DNA 確定已距今1000年 而且有1 3分之1的未知DNA 因此可以確定兩具屍體 不是地球生物進化演變的生物 另外墨森也在聽證會上 展示外星人屍體的S光照 其中一具屍體中 有三顆類似軟的物體 另一具體內則有稀有金屬 我們在浩瀚的宇宙中並不孤單 我們應該擁抱這個現實 好 接著我們把焦點轉回到國內來 台農蛋品因為物標這個奇效 昨天宣布全面下架巴西進口蛋 而台農蛋品董事長圖萬財也被網友點名 就是先前出面護航超私的養雞大王 對此圖萬財昨天接受我們ETtoday 採訪時喊冤 他說當時是農業部要他出面幫忙 其實自己跟超私沒有什麼關係 跟政府的入籍不服 這是我的所謂 對社會才發現一個生意 圖萬財表示自己是蛋農也是蛋商 從事雞蛋事業四十多年 念資再資的只是想讓老百姓 可以吃到平價雞蛋 年初因為國內嚴重蛋荒 也支持政府啟動雞蛋進口專案 雖然自己進口土耳其的雞蛋 產賠三百多萬元 但進口蛋還是有助緩解國內蛋荒 所以日前超私公司和農業部深陷爭議 農業部官員要他出面幫忙 他也是一無反顧 圖萬財說自己和超私公司 其實沒有什麼關係 而超私負責人秦宇喬的先生 也的確有過蛋品銷售貿易經驗 他才會出來幫忙說幾句話 沒有想到反而成為網友攻擊的對象 巴西進口蛋引發風波 屏東縣政府今天就表示 11號會同食藥署到屏東縣 酒爐香席選工廠來查查 而發現了涉及標示不實 但仍在有效的期限內 不算是餘期品 不過還是依法開發 該批產品外包裝標示 業者以席選日期加一個月為有效日期 標示製造日期二零二三年九月六號 有效日期二零二三年十月五號 與提供之食品及相關產品輸入隨可通知 有效日期二零二三年九月二十四號的資訊 不相符 涉及標示不實 四百萬元以下罰還 並規定要求業者限期回收 該批蛋品 巴西進口蛋問題多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昨天在中常會表示 民生議題是人民最大的問題 而台灣近期缺菜缺蛋 農業部都沒有作為 甚至缺蛋的結果還創造出讓台灣人 都感到不可思議的雞蛋傳奇 怒轟 民進黨根本沒有把人民的食安放在眼裡 最關心的是到底媽媽們買到的蛋 是不是過期的蛋 這些綠營的民意代表 不是躲起來身影就是護航 竟然沒有綠營的民意代表 站在民眾的角度 站在媽媽的角度 站出來為我們的食安講一句話 為我們民眾的荷包來講一句話 這就是台灣民主的悲哀 所以我們希望民眾要看清楚 為什麼要政黨輪替台灣會更好 為什麼要國會 希望我們再給大家一起合作過半 才會真正的讓台灣更好 可以把所有的弊案弊端查到底查清楚 是侯友宜提出來的特徵組 重啟特徵組最重要的目標 新竹市前文化局長錢康明 還有新竹市長高鴻安 最近為了到底 我們要辦跨離網會這件事情 是吵得非常凶 而錢康明昨天是轉發了 新竹縣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的聲明 連說了三次道歉 結果遭到網友酸說 根本翻車了吧 不過律師林志群 卻點出了四大重點 說如果你連反諷都看不懂的話 那國文真的是白學了 林志群在臉書轉發錢康明的文章 並點出四大重點 第一的確有跨年晚會這個事情 高市長說沒有要辦跨年晚會是錯的 而第二跨年晚會的事情 文化局確實被排除在外了 第三 高市長說讓Jack處理 就是讓Jack處理 一言九鼎 第四 高市長和建商的關係真的不錯 天文一出 網友是狂搖頭 感嘆說大家沒有念書嗎 連這麼簡單的反諷都看不懂 就連國中生仔細再讀一遍 都該看得懂吧 也有人說看留言區 感覺一堆國文老師都在哭 接下來我們去關注到政治的焦點 前立委黃國昌日前被爆料 系指老家違建占用國有地 而日前低調開拆 黃國昌13號就在臉書發文表示 竟然有越界國有地的情形 目前所有登記在他名下的 他都會負責來處理 近期會將老家全棟拆除 黃國昌表示 這竟然老家後面有部分存在 寄存違建的情形 雖然新北市政府沒有要求拆除 我就是要處理不會就此放著 我不希望這個問題又延續到下一代 造成孩子們日後可能的困擾 黃國昌表示身為人子 這段期間看到老爸老媽擔心害怕 令自己深感愧奴 希望在拆除完畢後能讓他們兩位安心 老家將要拆了 看著牆壁上孩子們的塗鴉 有些回憶確實讓人不捨 但我相信只要一家人在一起 即使換了個地方 家依舊是最溫暖的避風港 而對此新北市地震局也表示 地震局日前已經前往現場勘察 黃國昌已經拆除佔有地上的違建物 將現場恢復原狀 因此地震局依法不予開罰